早晨了,早晨了 早晨了,我煲湯 今天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我要這個湯包做早餐 重點不是湯包,重點是海參 我昨天拍了照,今天做早餐 我還沒煮 我找供應商幫我一次過浸了一斤 我嘗試用來做早餐 接下來會試不同的湯料配搭 因為海參其實是用最簡單的烹調和調味 對它的營養價值影響最低 最有意思的 不要故意過份烹調 這樣才適合 所以我這次就用來試試烹湯 其實我試過的 這個沙蟲已經浸軟了 可以拿出來 剪開 洗內座 浸軟了 就容易處理 至於它很難不難 大家都是講彩素的 有時候我試過剪開 都很乾淨 不少不少有少許沙 最好就清洗了 尤其是方便食用 我都把它切一段段 那段放下去了 湯已經煮了十多分鐘 十分鐘一定有 剛才我又把海參放進去 這就是浸泡好了的海參 我是把它一小袋 一小袋 三枝兩枝三枝兩枝 就用密實袋裝起來 放冰箱 一拿出來 你吃多少就可以隨意自己 跟隨自己習慣的食量 作為包裝 通常我用來燉湯 三枝兩枝就已經很足夠了 先裝一個湯 其實還可以煮多三分鐘 至於熬多久 都可以看自己自己本身的爐具 在用著 即是 是否不鏽鋼的煮 電池爐做過多少 還是採用冥火 這些需要注意 自己的習慣 沒有一定是很標準的 時間 還有要看你的食材 有些食材 這些是 因為很容易熬到軟軟軟軟 烹調的時間就不需要太大火 但有些食材不熬得久 是沒辦法出味的 例如 在我身邊就有了 例如龜板 即你不可能這樣煮一下 放下去燜燒 我不會叫大家用這個方法做燜燒 那管 有些是幫你剁開的 就算這麼小塊放進罐裡也好 因為本身不適合操作 我就不會叫大家這樣用 有個別的湯款都是要學一下 大家一起慢慢來慢慢學 我看看它煮剩多少水 都七七八八了 煮多兩分鐘應該 放進罐裡就非常之 非常之 應該是剛剛好的 那因為我要錄影 我就沒有開抽油煙機 我會準備一個媽媽袋 然後有匙巾 那就是 方便回到公司就可以 方便回到公司就可以 方便回到公司 方便回到公司 之後就 之後就 食用又方便 有個匙巾幫幫忙 我會放一點鹽 不會馬上放進去 不會馬上放進去 我會另外找一個 袋子裝起 這樣就可以調一下味道 這樣吧 好了 差不多了應該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鹽 筷子 好看 看看夠不夠準成 嗯 小小小爆弧 那你見到呢 滿滿到這樣 是多了少少的 所以我要拿離開鏡頭 倒一點點水 OK 那放到它這麼滿呢 就對了 那你就可以 扭上蓋子 那就 等它自己炆燒了 拿一張瓶子 倒多一點點 應該是到 那個 那個 剛剛到這個 位置呢 就是 扭上蓋子 就 沒問題了 好了 那我現在 現在幾點啊 不知道幾點 好像 七點啊 六點幾 那總之我 現在就 準備洗澡 上班 回到公司就可以吃了 拜拜